- 原标题,印度军队有能力单挑补任何一个军事强国吗?网友怎么看? 有网友问,就目前而言,印度军事上有没有能力单挑任何一个国家?你怎么看?其实,实事求是说,在欧洲没有几只国家单挑打得过印度,欧洲各国的军事实力,现在,没有大多数网友想象的那么强大。 印度陆军坦克先进程度和数量,无论英国,德国,还是宝国,都比不上,甚至,印度装甲力量比俄罗斯都要庞大。 俄罗斯陆军现役只有24万人,印度有110万陆军,光是T-90新坦克就有上千辆,比俄罗斯多多。 现在欧洲国家现役陆军力量,没有一个可以轻松对抗110万人规模的庞大装甲军团的。 而且,印度不仅仅引进了阿帕奇攻击直升机,还引进了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全套生产线。 无论装甲力量,炮兵力量,还是航空兵实力,都是不可小觑的。 现在的德国陆军,其实就只有6万人,而且,坦克也只有232辆,火炮就剩下了72门自行火炮。 这样的实力,怎么对抗庞大的印度陆军? 德国都是如此,就更不用说欧洲其他那些国家,比如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荷兰、葡萄牙、熊牙利和罗马尼亚等等了。 对比空军,印度购买核自产272架苏30战机,还有49架幻影量线战机,36架阵风战机。 而且还要订购126架超级版F-16获胀米格35战机。 这种实力,欧洲可,以对抗的国家也是屈屈可数。 而且印度也有各种弹道导弹、湖弹,也同时有两艘航母、十多艘驱逐舰,还有个潜艇。 欧洲各国海军可以对抗印度的,更加屈屈可数。 印度毕竟军力世界第四,不要过于轻视印度的军力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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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